欢迎来到陈氏日报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玉谷瑶苦等无果内幕揭秘 和肖战无关 是撞上严格审核机制 肖战和任敏合作新剧《玉谷瑶苦等无果》 播出平台很早就透露会在暑假播出 奈何还是竹篮打水一长空 其中的引擎或者内幕 网上众说纷纭 特别是有一位知情人 在网上揭秘玉谷瑶苦等无果的状态 其实和演员肖战没有关系 只是正好撞上了严格的审核机制 这就需要很长时间 知情人发文表示玉谷瑶本身要在暑假播出 可是剧本送审太晚了 再加上库服画到那件事情 导致审核更加严格 这就意味着粉丝们还需要再等等 其实仔细想一想 原因也不外乎这些 至少可以确定的是玉谷瑶一直没有开播 和演员肖战 任敏等人没有关系 对于肖战来说 肖战是优秀的实力派演员 出道至今 肖战的表现越来越精彩 发挥越来越好 足以印证肖战的优秀式常态 是不断积累和努力的结果 再回到一直没有关宣定档的待播剧上 可能确实是审核机制过于严格 不然的话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理由 总之在这里不多加猜测了 选择相信肖战即可 再退一步讲 作品可以开播又如何 影响到大家支持肖战的态度了吗 影响到肖战前进的步伐吗 很明显并没有 肖战的事业发展一直都轰轰烈烈如火如荼 说不定过几天就要官宣新代言了 非常看好新相印 继续关注和祝福肖战 期待肖战的代言和作品 自始至终相信肖战 肖战一定不会让观众失望 肖战又一场新活动即将来袭 将与奥运冠军举行梦幻互动 8月21日无数粉丝都收获到了一份突如其来的惊喜 那就是肖战的老朋友李宁在社交平台上 发布了一个好消息 将在晚上起点30分正式举办新活动 而作为品牌代言人的肖战 也将在新活动中与奥运冠军行奥委一起 亮相品牌官方账号直播间 与大家一起互动 而不得不说的是 随着李宁的这个好消息的公布 不仅意味着我们又能看到新鲜的肖战了 也意味着我们将看到肖战 与奥运冠军行奥委有着梦幻联动 真的是让人无比期待 当然 此次肖战参与到品牌举办的新活动中 也可谓是他与品牌不断深化合作的一个见证 因为在过去肖战同样也是在李宁的活动中 与奥运冠军丁宁就有过梦幻联动 当时双方不仅带给了无数观众们一场非常难忘的记忆 甚至在事后双方都表示那次的互动让他们也都印象深刻 这一次肖战将再次与奥运冠军互动 虽然暂时并不知道其中的内容是什么 但毫无疑问的是这绝对是又一场梦幻互动 另外 在网友们看到李宁发布出的好消息后 大家激动之余也是纷纷表示 今晚七点半不见不散 从网友们的一致期待声中 可以说不仅又一次体现出了肖战那超高的人气 也能从中明确地感受到大家对于这场梦幻互动是有多么的迫不及待 诚然 肖战作为本土优秀偶像 他与本土优秀品牌李宁的结合 称得上市业界的合作典范 因为强强联合的他们 除了备受人们的关注外 也在合作的过程中取得了非凡的成绩 所以 他们的合作不仅是一个互动共赢的过程 也是不断带给大家惊喜的一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奥运冠军与优秀代言人的梦幻互动 也看到了本土品牌与本土偶像 在前行的道路上正在携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佳话 肖战粉丝多少有点子才华在身上 肖战现在公认为断层顶流 他的粉丝群体也是相当的大 富含了各行各业的人才 他们不但做了很多公益 在夸肖战的时候也会让人觉得这些人有点子才华在身上 下面就简单的说几条肖战粉丝原创的词条吧 1.脸在江山寨 肖战粉丝原创 诞生于2020年 众所周知 2020年是肖战被网爆最厉害的一年 偶尔露脸便能帅倒一片 粉丝年度大 肖战粉丝对外宣称肖战脸在江山寨 2.女娲必摄 粉丝称肖战女娲造人的毕业答辩作品 属于肖战粉丝的日常彩虹癖 3.肖战 人间烟火器天上神仙岩 这个是好直白的夸奖了 4.美人皮下英雄骨 菩萨心肠修罗申 这个是肖战粉丝在斗罗大陆播出时对肖战堂三的描写 5.苏神则是 肖战粉丝称肖战的每一次红坦荷活动都相当迷人 超级苏 像是神仙安泽世人 6.当逐天光 碎碎步步如愿以偿 肖战 粉丝自创的应援曲《御风》当中的歌词 肖战粉丝原创了好多词条与梗都很出圈 比如王牌部队播出期间的《未故意也穿红裙子》 《余生请多指教》期间打出的《贵求一户一位》 这些梗都被后来的剧当作宣传的模板 这样看来 肖战粉丝真的是粉随正主都很有才华啊 你还知道哪些出自肖战粉丝的金剧呢?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